Hello大家 今天想聊一聊关于能力和运气之间的关系 想做成任何事情都需要实力和运气嘛 二者缺一不可了 但是呢对于某一件特定的事来说 对于特定的人来说呢 实力越强需要的运气成分自然也就越少嘛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 TT老师啊和一位NBA球行同时比赛投篮 如果只考一次那有可能我也蒙进去了 球员自然也投进去了 所以我们两个打平 但是你能说我们两个实力一样吗 证明一个人做成一件事 到底是凭实力还是运气 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常识次数N嘛 连续投100个球高下力线 球形即使是发生了各种可能天灾人祸啊 只要他没死啊 他手还在恐怕也是100个近90几个 即使他那天发着高烧 或者是朋友刚跟他分手啊 心里承受着巨大的悲痛啊 但是肯定都不影响他的投篮准数 我在刚开始做视频啊 如果是那个时期 大家问我实力和运气这个话题 我一定是用中庸之道来回答大家 因为我的官方回答 直到现在现实生活中啊 我肯定也会说都非常的重要 我找到教职 真的就是因为我的运气 但是哈 作为一个up主 也有作为up主的社会责任心嘛 从第一天起 我就是跟大家说 不是来玩票的嘛 我是想做一个好的up主 我是想真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那就不可避免的呢 我要有一些有倾向的回答 如果我是采用一种中庸之道啊 大家无论说什么 我都说对啊 一种附和的心态吧 我的频道可能能提供给大家的 就只剩下情绪价值了 哦当然啊 这并不是说我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啊 我还是可以抚平你树上的小心灵啊 找教职到底是不是一门玄学 到底是靠实力还是靠运气 这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探讨啊 我的上一期视频发了以后呢 就有网友跟我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这位网友的意见是这样的嘛 判断一件事到底是不是玄学啊 要看他的成功概率 如果成功概率高呢 他就不是 因为大多数人已经掌握了规律嘛 但是如果成功概率低 他就是一门玄学 比如说他举例的就像找教职工作 对于整个申请群体 淘汰率很高嘛 那可能啊 确实是靠懵 这样看来 但是对于在这个铺里的 每一个个体来说 他们的成功概率是各有不同 而且可以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最top的是一定有工作的嘛 但是对于中间的能力和运气 综合的体现嘛 他就是可上可下 在铺里面出于比较bottom能力的同学啊 我就顶着压力也说一句啊 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open market的情况 这种运气是不存在的 在找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知道 现在有一个新来的AP啊 他当年拿到了很多的面试 并且啊 大部分都拿到了offer 那我肯定是想去讨教一下经验嘛 如果他告诉我 我没有任何经验 真的只是运气好 当然了 显示出了他的谦虚 但是对我们这些需要信息的人来说 是毫无帮助的 都会觉得他很假 因为在我看来呢 如果你能拿到好多面试 说明你的硬实力过关了嘛 这就已经可以取取经了 如果他还在面试中啊 拿到了大部分的offer 这更说明他的软实力面试经历 也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嘛 咱们再进一步说 那面试官呢 Faculty Search Committee的人 还有现在已经做了Faculty 参加过面试Faculty Candidate的 作为面试官 自己要寻找的合格的Candidate 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对于成功者 他们因为根本不需要计较嘛 是吧 对于人生已经盖棺 那一部分也不需要讨论了嘛 但是对于我们啊 我还有你们啊 我们处在还是属于人生中 比较初期的阶段哈 Hopefully啊 那我们的人生还悬而未决 到底是要用这种成功者 麻醉我们的这种思路 给自己洗脑 然后而安于平庸 还是我们就努力进取一下哈 不听他们的鬼扯啊 还是进一步的想探究一下 成功的奥迷 那确实是就看我们自己的了嘛 为什么找工作 或者是跟老板相处 大家存在争议 而NBA投球这件事 大家没有任何争议 就是因为NBA投球是靠硬实力 百分之百硬实力嘛 但是找工作和与老板相处 都是一个软硬实力结合嘛 一旦涉及到软实力啊 问题就来了 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软实力到底是不是实力 PUA套路这个词 现在明显算是一个贬义词嘛 可能大家就觉得用某种套路 去对付老板啊 和老板相处 然后得到他的喜爱 甚至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事情吧 因为我就凭自己的硬实力 我做实验做得好 对吧 我手艺好 我自然就可以胜出嘛 这就是我的能力嘛 可是好像与人相处 就不是一种真正的实力 反而是一种偷其取巧的做法 很多时候呢 软实力有助于我们啊 更大的发挥出我们的硬实力 如果呢 我们是以一种愉快的心情 跟老板相处的很开心的心情 在做实验 也可以做出更好的实验结果嘛 又可以支持老板呢 申请更多的方顶 来更好的有更多的资源 支持我们实现自己的科学报复嘛 还有在面试中啊 软实力就更加重要了 平时的积累积累的是硬实力嘛 也就是我们的CV嘛 如果软实力不重要的话 大家就只凭CV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为什么还叫你来呢 面试中很大一个考察点 确实就是这位面试的candidate 是不是跟现有的这些faculty 都能相处和睦嘛 tenor以后 是不是这位同事就成为了 我们一生永久的同事啊 因为教职大家也知道嘛 一般只要不成为职务人哈 大家都不退休 只要是有方定的情况 那所以就慎之又慎嘛 还有一个点 如果只是看指头的话 可能无法区分 是不是你自己的能力 做出了这些简历上面的 这些成就嘛 那我们需要可能面试一下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懂 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啊 到底是你的导师给你硬塞的 还是你自己的想法是吧 这一部分的目的是 考察你的硬实力 但是是通过一种软实力 与人交流的能力 presentation也是一种 与人交流的能力嘛 来表现出来的 我的视频是想帮大家找到规律 到底在faculty面试中 我们考察的是哪一些 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考试的范围 你都没有提纲的话 你怎么参加这个考试 很多同学真的特别特别的可惜 其实他们的硬实力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就是不知道面试到底大家想考察的素质 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就表现的有那么一些欠缺 在网上呢就时不时看到有人在探讨啊 找工作的时候presentation或者是泛泛而谈吧 做presentation到底是要用比较直白的语言 让大家都听懂还是用比较深奥的语言 让大家听不懂 因为直白的语言是不是就显得比较superficial啊 比较肤浅好像不能展示出自己比较厉害的点哈 很多网友就留言啊 说就是应该让大家半懂不懂 既有懂的一面就common sense大家都懂了嘛 然后又有不懂的一面显得自己做的呢比较高深 这种说法真的是大错特错 没有任何道理 做presentation它真的是一种交流 交流的目的就是想让别人听懂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science 这样才能有一个有来有回嘛 讲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堆砌词汇 这在我看来完全是自己也不懂的一个标志 大家现在看到吧 我做这期视频真的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啊 很有可能被业内人士灭口的压力啊 再跟你们分享 你一定要记得点赞啊留言啊订阅啊 平时的积累啊那积累的是硬实力 这种面试考察的软实力这一方面啊是完全可以临时包装出来的 即使是一个硬实力很强的人啊如果在面试之前啊不go through一下自己的powerpoint啊 迷里思绪啊在面试中肯定是不能百分之百的表现出自己的硬实力嘛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临时抱佛讲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面试的视频吗 我是绝对相信面试的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的 这个也不仅是包括我个人的经验啊 还包括我自己实验室的学生嘛 当时我给大家举过例子嘛 一个technician啊小朋友真的是不太懂哈 没有什么硬实力大家也知道嘛 但是完全靠短时间的包装啊 也在会议上面做presentation有模有样 有很多人还都问我这是几年级的学生是不是都要毕业了 如果大家也同意软实力也是实力的一种啊 那我们也可以再探讨一下啊 软实力都包括什么 我个人的观点判断力和行动力都是软实力中非常非常重要的点 就像网友最喜爱的啊 扎导师这个话题啊 判断一个导师是不是扎导师 还有已经判定扎导师的情况下 到底要不要很快速的离开啊 take an action 这个都是我认为是软实力中非常重要的点了 所以我个人是不认为遇到扎导师 还跟他纠缠四五年是可以简简单单用一句运气不好可以这样盖过的了 除了生老病死 还有像买彩票抽奖这一类事啊 世界上大部分都是既然运气这一部分是完全不可控的 而能力呢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渐渐提高的 我的人生信条肯定是渐渐的努力的提高自己的能力 把做成一件事的这个可能性啊 渐渐的控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 让运气可以起作用的那一部分越来越小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嘛 每个人最后的那个位置都是自己能力和野心的一个综合嘛 为什么这里没有玄学运气的成分在呢 因为在我看来啊 野心就是最好的balance坏运气的手段 做成任何事都是要努力的提高自己的成功率 第二个就是增加尝试次数嘛 我们的能力和成功率相关吧 那这个尝试次数其实就是我们的野心决定的嘛 经过不停的尝试 你可以说你一次运气不好 但是你尝试N次 可以把坏运气缩小到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增加尝试次数的话 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被淹没的 NBA球形是绝对不会被TT老师的光芒掩盖的 有网友还建议我分享一下做视频的经验 我觉得在搞笑嘛 大家看我视频做成什么鬼啊 照着我做视频的经验做包你失败 虽然知道为什么失败 但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对啊 所以这方面我还是想听听大家的反馈的 上一期就说啊 如果是因为男性朋友啊 跟女朋友分手 那他只有一个原因啊 就是另有心欢了 但是我当然知道 在现实生活中 肯定也有那么少数的男性友人 他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分手的嘛 但是如果我这样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把自己所有的路都封死了 分手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是另结新欢 也有可能不是 这就是一期废话视频啊 这种视频到底有什么看头啊 如果把它推向extreme 这个话题当然就是比较有争议性了嘛 节目的效果 舆论性肯定都在了嘛 但是它就不严谨嘛 又是有背于我作为一个faculty啊 说话严谨 或者是我这么多年的training所相违背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faculty呢 看见百分之多少就多少嘛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significant的 都要经过数据来说话 所以大家看出吧 这其中就是有一点点自我矛盾的 我越是要保持自己作为faculty啊 说话的质地有声啊 专业的一面呢 我就更需要严谨 但是呢 我越想让视频有看头啊 必须要兼顾有娱乐性的一面 但是我越好笑啊 越做出可能自己比较本我啊 3.0的那个本面 它其实是损害我的authority的 这个也是我目前做视频 比较困扰我的一个方面吧 在我的频道呢 playlist的那里边 我把我分为几大类嘛 平常呢 大家都可以看娱乐性比较高的 就是日常生活和我的人生感悟吧 现在叫做没有任何的特颜含量在 但是在适合比较senior博后 或者是以上 像juniorPI吧 这一类 就是相对我比较严谨的部分啊 可能在这里搞笑的成分就比较少 因为我就尽量做出专业的一面啊 但是在中间这一个领域啊 博士生都可以看啊 本科生也看啊 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做严谨而娱乐的视频 我有一个朋友考研期间 去葡萄山烧香嘛 我就觉得你说考研这点小事 还要去麻烦神仙吗 神仙也很忙的 能自己解决的 尽量还是自己努力解决吧 与大家共勉 好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给我啊 一定不要忘了订阅以及点赞啊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